大家好,這是Nexus 今天要談的是關於創作這個東西 創作這個東西喔 所謂創作 大家會在想說 欸,我做這個創作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這要跟什麼不同 然後要什麼特別 沒錯,這些東西都是沒錯的 但是他沒講到的東西也就是說 你做這件事情怎麼樣做評斷 創作這個東西說實在 就像我們以前的 創作最早最早創作的人員的時候 他們一樣是看的東西 看著,看著,譬如說 模特兒嘛 要不是看到一些模特兒嗎 然後有一些裸模嗎?裸體模特兒這些 他們也是從這樣子過來的 所以你回頭來想的話 其實做繪畫這件事情 並不是說看 並不是說我做這個繪畫 我就不用參考那個東西 然後這種東西直接毛出來 沒有的 那其實是沒有的東西 譬如說 人的身體 人的那個比例 建築物 建築物的比例 建築物的東西這些 都是要看著東西去做量測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 大家說實在話 都是看照片 練出來的 看照片 看你的創作 甚至你可以說創作也是一種不同 不同的形式的複製 就是 就是說我們可以說 創作不同的東西 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做 創作 那 並不用再 不用說 欸 我就是不能看東西 我就是 我就是逼自己說 不要這樣看 不要這樣看 我就是只能怎樣這樣 這樣子才會進步這樣子 其實會有這個想法的話 會導致你的創作進步得非常的慢 如果你的東西要去想喔 你 沒有東西你繼續去選擇的話 那你會變成是說 你是在 複製原來 你很少 你很少很少的量 然後你又慢慢去複製 複製出來的結果也很糟糕 好 這個就是讓大家知道 有這樣子的狀況 好 那 最後說 繪畫的部分 一定要參考照片 一定要 照片中參考依據 一定要 不論畫人 畫東西 畫龍啊 畫龍 畫龍 畫鳳 等等的 好 那就講到這個地方